台灣的本土病例持續增加 羅一軍就預估了在5月20號到5月30號會迎來疫情的高峰 到時候可能單日確診會來到10萬例以上 那麼除了確診的高峰之外呢 大家也關注到的就是死亡率 因為確診高峰過了之後可能死亡就會開始增加 那麼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士幣就點出了以日本作為例子 他們說他在2月初的時候是連兩天9萬例的確診 當時是疫情高峰 可是隨著這時間慢慢的往後推到5月6號的時候呢 他們的致死率是來到了萬分之18 這數字相當的驚人 而他也特別提到這死亡呢是延遲指標 之後還會再提升 所以台灣的期末考成績到底要怎麼看呢 就是要看全人口的每百萬元死亡 那麼我們也來注意到其實其他地方 他們分別是什麼數字 全球是800元 而在美國是比較多來到3000元 而在日韓呢則是在200到459之間 但是在亞洲部分香港其實是比較高的 是1229人 台灣目前是41人 那麼也注意到的就是精神科醫師沈正南呢 他們也拿了香港來作為例子 他說現在80歲以上的接種了疫苗之後 病莫率是來到16% 雖然他完整接種跟追加劑的比例是慢慢的往下降 但是接種疫苗病莫率16%就代表了什麼 代表他們的這個流感化還是言之過早的情況 所以他也特別提及現在新冠肺炎 如果正如大家所說的要降為第四類的話 恐怕也還言之過早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